好,单词看完之后,我们下面来看看课文部分 咱们下面先看看第一段 这个题目叫Unlovable Eccentric 可爱的怪人,咱们看这怪人为什么会可爱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True Eccentrics never deliberately set ou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真正的怪人从来不会有意地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真的的怪人是天生的 故意想招别人注意,这是哗众取宠 先给这怪人做个定义 这个怪人,eccentric,咱们词语中说过了 不重复了,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人 但这个人未必讨厌 如果是讨厌的家伙,也不可能lovable来修饰他 那么deliberately,这是27课讲过的老知识的复习了 表示故意的,诚心的,有意的 我们再读一遍 deliberately 他可以用什么来替换来呢?想一想 讲过可以on purpose,还可以intentionally 都行,就有意的,故意的 这个purpose,老师再强调一遍 不要读purpose,前面有字母儿,都是er 或没有都是er,所以是purpose 在那边on purpose 当然英国人就不卷舍,都是purpose purpose,美国都是purpose,就好了 再看最后一个,intentionally 这个咱们说过,27课讲过 真正的怪人从来不会怎么样呢? 有意的,要去吸引别人的助力 set out to draw attention set out to do 这是老知识复习了 最早在第五课,事实数据 那课就讲过 咱们再复习一遍 咱们这个新概念60篇课文 反知识点的反复出现,反复复习 英语就得记住,要不然忘了就 set out to do 什么意思呢? begin a job, task, etc. with a particular aim or goal 开始一个工作,开始一个任务等等 带有特殊的一个目的或者目标 就是带着目的去做某事 带着目的去完成某个任务 叫set out to do 百分之也是呢,要去吸引别人注意力 带着目的要去做这个事 用它也是很贴切的,也可以 咱们先复习第五课 三十页的第九号 三十页的第九号 大家还记得吗 叫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这个记者立刻 那么着手开始去搜集这些重要的数据 这个事实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发送出来 你看带着目的去做这个事 set out to obtain 着手去搜集这个数据 可以用它 这个搭配在另外一个书中 就是第十六颗也出现了 咱们再复习 七十四页的第八行 七十四页第八行 他说 Dimitri at once set out to find the thief Dimitri立刻开始着手去找这个贼 你看 带着目的去做某事 这里用的也非常贴切 甚至咱们看一个美剧的片段 我们看到这是Desperate Housewives 就是绝望的嘱咐中的这么个片段 咱们看是怎么回事 好像吓一跳 这两个人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这个站在那说话 这大胡子大胖子 他原来的前妻 是跟现在正坐在那儿 那个白头发的瘦子 现在在谈恋爱 这关系稍微乱一点 但是这个前妻跟他藕断丝连 这个瘦子受不了了 你都离婚了 还跟你前妻好 就找他来决斗来了 但是这个瘦子本来打不过胖子 但因为瘦子拿着枪 这个胖子怂了 胖子就说 We never set out to hurt you Victor 这瘦子叫Victor 就维克多 我们根本呢 从来没有打算要去伤害你 带着目的去做某事 set out to hurt you 要去伤害你吗 用的也非常贴切 And I'm sorry we did 如果我们伤害到你了 那我表示对不起 我们错了 认错了 请留我一命 这个瘦子并不买账 Are you done? 你说完了吗 Yeah 砰 马上就开枪 结果没打死 没打死 咱们把这片段再看一遍 看第二遍 能不能像听中国人对话一样 We never set out to hurt you Victor And I'm sorry we did Are you done? Yeah 这么近都没打中 这也是够笨了 这个我们看的这个set out to do 就是表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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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目的去完成某个任务工作 复习呗 我们以前讲过set out单独使用 是动身出发的意思 不强的方式什么 坐船啊 坐飞机啊 走着走 骑驢啊 这都行 这时候这两组四个搭配 怎么都出来了 我们在第十课多次说过 我们在复习吧 第十课和二十课 都出现过这个重点搭配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set out set off 跟out跟off都行 后面就不加to do了 就是动身出发了 再看后面 start out start off 都可以表示动身出发 但不强的特殊的方式 就是走了 出发了 动身了 咱们先看第十课 五十页的第九行 五十页的第九行 他说 four days after setting out while the tenant was sailing across the icy waters to North Atlantic 出发以后四天 当他那个号正行 在北大西亚上 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 你看出发以后四天 after setting out 用它 对吧 好 我们再复习第二十课 就是先驱飞行员 九十页的第十三行 九十页的第十三行 after making a short test flight at 4.15 a.m. Blarry set off half an hour later 在这个这个这个 四点十五分 做了一个短暂的测试飞行之后 那布莱里奥 在半个小时以后 动身出发了 你看上面set out 是坐船出发 set out 就是坐飞机出发 总而言之 动身出发都可以用它 这跟set out to do 做个变极 不要搞混就好了 好 本文中是着手去做什么事呢 去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就吸引这个这个这个 别人的注意力 把注意力拉到他们自己身上来 这个吸引注意力呢 用的是draw attention 如果吸引了某人的注意力 你可以去draw once attention 都可以 本文中没有想到是某一个人的 所以这once就被去掉了 这个吸引注意力的动词特别多 除了我们说这个draw 这个拉过来 牵拉拽可以用draw 也可以很多 你像直用吸引attract 这个咱们在21克曾经见过 还有用capture 当时也讲过 capture就俘虏了 catch 抓住了 arrest 逮捕了 command 掌握住了 get 得到了 再加once attention 都是表示吸引了注意力 强到某人的呢 可以加once 当然这个人 如果要是比较长的名词 或名词短语呢 可以把once attention 换成 the attention of somebody 因为人用太长了 放到中间呢 就通路矫情了 要是个代词呢 比如说he 换成his attention me 是my attention 对吧 当然这个要是名词的话 放到后面就好了 咱们复习吧 说了半天 还不如看一个 咱们看一看 第21课里面 106页的第11行最后 到第12行 106页第11行最后 到第12行 这吸引了李查德汉弗莱斯的注意力 他当时呢 是英格兰最杰出的 伟大的一位拳击大师 你看吸引了某人注意力 没有once attention 换成the attention 就是no somebody 为什么 名词端语还挂着定义从句 没法放到中间了 人让口不来了 这也行 也可以 好 第一句话先说了 他不会有意的去吸引某人注意力 吸引注意力 用draw attention 那受到了关注呢 受到得到遭到 大家还记得 我们可以用动词 receive receive attention 受到了这个关注 想到受到某人的关注呢 也可以叫once attention 但one这个人太长了 就是the attention of什么什么 都行 受到了关注 这个我们也看一看 这个在本课松之九 就在第31课第二场 this exhibition 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这次展览受到了 新闻界的广泛的关注 受到关注 receive attention 大量的关注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就好了 好 这是吸引注意力 和受到了某人的关注 可以同时记 都是attention 跟动词的一些固定搭配 好 再回到课门里面来 第一句先说了 真正的怪人 从来不会哗众取宠 我们说了 they disregard social conventions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that they are doing anything exordinarily 第二句 其实从逻辑来看 是把第一句展开了 为什么不会 故意哗众取宠呢 他们其实根本 就不管社会风俗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做一些 与众不同的事情 而那些哗众取宠 他诚心做出 与众不同的事情 为了让别人关注他 是这么个意思 这句话 咱们先看看 句子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第一行 白颜色的这个正体字 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they disregard social conventions 他们漠视社会风俗 老师说过 discard 叫看到 装没看见 漠视 然后without开始 一照句末的邪体色 可以看到一个原因状语 为什么漠视社会风俗呢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在做一些 这个这个 很很很很特律独行的一些事情 without在这 是借词端语当状语来用的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咱们以前说过 be conscious that 可以看到省略的of the fact 或者看到是去掉了借词of 因为搭配是be conscious of 但大家从之前不能加借词 所以后面那个大家从句呢 你既可以看作是做the fact 同位从句 也可以看到省略了借词of的 后面那个编语从句都行 或者干脆就当作咱们以前说的形容词的不足语的从句 都可以 那么没有意识到哪一点呢 他说they are doing anything extraordinary 他们正在做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 非常奇怪的一些事情 extraordinary就非凡的 跟一般的不一样的 咱们在第一课这个美洲诗那个书讲过 而且形容词修饰不定代词一番后制 所以extraordinary后制 修饰前面的不定代词anything就好了 这是这句话语法成功的分析 下面看一些细节 首先这个disagram我们说了就末世的意思 末世社会习俗词乎中讲过 social conventions习惯用复述 那么借词短语在本文中做壮语 因为它没有意识到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that 可以这么来说 但是我们后面如果不加从句呢 也可以加上without being conscious of 加名词也行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that 也可以写成without being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咱们词后中说了 或者干脆用without being conscious of也行 那后面直接加名词就好了 还可以用什么呢 用aware也行 without being aware of the fact that 或者without being aware of that without being aware of都可以 这个结构我们在词后中讲过了 是可以的 在这儿我们是用介词短语当作壮语 放在句中当壮语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非畏动词做壮语 因为我们知道你看介词短语副词 非畏动词 独立主格和壮语从句都可以做壮语 在这儿是介词短语没有意识到 咱们用非畏动词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没有意识到我们讲过 在因为在形容词前面加个英文 inconsious anywhere 不也是没有意识到吗 那么变成非畏动词的话 那么b动词或者being就好了 being可以怎么样 being可以去掉 老师多次说过 在非畏语和独立主格中 如果出现了being没有意外的话 一般来说being都可以去掉 being去掉的情况 咱们先不管 咱先看刚才一个例子 先刚才那个 without being aware of 这个结构 我们在第264页 就是59课出现过一次 咱们先看一个例子 264页的第一行 咱们看这句话这么说 people tend to amass positions sometimes 注意 without being aware of doing so 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 正在这么做 你看 这个我完全可以把它混入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of doing so 是一样的 这把aware 或者conscious 搭配是一样的 后面用doing so 在前面加起so of就好了 因为后面并不是一个重句 就好了 下面我们再说 刚才用非畏动词的情况 非畏动词情况 直接用anaware 或者unconscious就行了 前面的being都可以去掉 所以可以用un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或者unconscious that 或者unconscious of就好了 前面being可以加上可以去掉 加上去掉都对 咱们一般就去掉了 或者用aware也行 being 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或者being anywhere that 或者刚才用being anywhere of 都可以 四个being都可以把它去掉 我们看到 这个来看一看例子吧 因为没有见过 总觉得不放心 李老师讲不放心 咱们看看心概念 是不是真的是这么用的 咱们看第三十课 刚刚讲过的第三十课 一百四十二页的第二十一行 一百四十二页第二十一行 你看他怎么说 he used to sleep during the day and work at night quite 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he had become the ghost and elderly 大家还记得吧 刚刚讲完呢 他过去是在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为什么呢 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就是刚才讲的结构 只不过前面加了个副字quite 就完全没有意识到 语气加强罢了 依然做壮语 anywhere of the fact 也可以把of the fact 我老实说可以去掉 也可以用quite anywhere that 也行 没有of the fact 能搭配是一样的 也可以的 后面指甲呢 总结也行 它已经变成安德里农场的鬼了 对吧 这么些也可以 那我们待见一下 看看本课书中 本剧中 如果用那个 完全没有意识到 用这个结构 该怎么办 那就把它抄进去呗 他们默示社会风俗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做任何 特立独行的 与众不同的事情 该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说 they disregard social conventions quite unconscious 或者quite 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doing anything exhoring and rolling 不就好了吗 同样我们用这个 快加强语气完全没有 你要不加强语气 把快去掉 也可以 去掉快的也可以 两个形容词可以替换 那么后面的off the fact 有也行 没有也行 一个直接说quite unconscious that 或者quite anywhere than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两个搭配 一个是用介词短语 一个是用非未动词形式 去掉beam 都可以 咱们练一练 看把它练熟了 造一个句子 他们无视安全问题 意识不到自己的 所作所为 有什么危险之处 他们无视 漠视 依然可以用 刚刚讲过的disregard 安全问题 词汇讲解中见过 叫safety problems 然后呢 意识不到 自己所作所为 有什么危险之处 跟本文中一样 就是意识不到 他们正在做一些 危险的事情 任何的危险事情 anything by extruding 或者danger 就好了 对吧 我们先看本文中 这个without being conscious that 这个结构该怎么说 咱们背一遍 他们 they 默示 disregard safety problems 是怎么样呢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that 他们正在做 they are doing anything dangerous 就好了 这是用三十一课 本剧中 这个结构 如果要是用 刚才第三十课里面 那个quite anywhere 或quite un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那个结构呢 带进去不是一样吗 咱们再说一遍 很快 they disregard safety problems quite unconscious 或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doing anything yeah dangerous 那这变成肺位动词 当状语来用 两个形容词可以替换 后面那个of the fact 三次把它去掉 也可以 去掉也可以 好 这是把这个语法结构分析清了 英语是个 这个是个技术活 一定把细节扣清楚 要不然就错了 好 再回到文中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他们在做一些 与众不同的事情 后面又说 他说 他这么一来 那么这就总能够为他们 赢得他人的爱和尊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日常生活 增添了一次颜色 这个this 就是指的上面第二句话中 说的情况 你看这三句话 这一句一句 逻辑内部相连 第一句介绍简单内容 第二句把第一句展开 第三句句说的this 指代第二句的内容 就好了 对吧 我们先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可以看到句子主句 this 指上面那个事 这是上句话说的事 怎么样呢 总是能够 invariably 就是我们常说的always 总是 wisdom的love and respect of others 这个win 后面加了双兵语的 第一个这个them 可以看到一个间接兵语 后面这个love and respect of others 是直接兵语 可以这么说 为他们赢得了他人的爱和尊重 为什么呢 dohal for 一直到剧末 明显是一个原因壮益从句 咱们多次看到了 dohal for 这个一般 这个for引导的从句 一般用dohal和主句分开 这个原因壮益从句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颜色 增添颜色的搭配 咱们一会会 详细讲 第一个 我们先看一个特别重要的 这个词 invariably 咱们在写作中用的多 用它可以替换 咱们用的太多 容易重复的always 我们带大声再读一遍 注意字母V出现 一定有个上牙处下唇的动作 再来 invariably invariably 好记得 就是always 总是怎么怎么样 总是可以用它 本文中总是什么 总是为他们赢得了 他人的爱和尊重 为某人赢得了什么东西 咱们可以用 win somebody something 是可以的 有的时候也可以倒过来这么说 win something for somebody 为某人赢得了这个东西 这个都可以 两个搭配呢 没有太大区别 都可以用 差不太多 那么为什么本文中选择第一个搭配呢 因为本文中这个人 大家发现了吗 很短 人就是普通的一个代词 them 但是后面的something呢 the love and respect of others 常常的名词短语 如果用第二个搭配的话呢 第二个搭配就头重脚情了 所以两个搭配都行 我们多次说过 我们用避免头重脚情的搭配比较好一些 当然如果要somebody 跟something 长短差不太多的话 用哪个都行 都可以 我们看例子 my sincerity want me her heart 也可以说 my sincerity want her heart for me 前后呢都很短 那说哪个都 都差不太多 都可以 sincerely 就是真诚 它来自形容词 sincere sincere 名词去掉译 叫ity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词 sincere 再快点字幕提出话 sincere sincere 什么意思呢 好翻译了 这个win 一般估计是one 我的真诚 为我赢得了芳心 抱得美人归 可以这么说 或者这么说 am I sincerely want her heart for me 为我赢得了她的心 一开始总玩虚的 女孩对你们感觉 后来特别真诚 把存折拿了一拍 三个亿赢得芳心 可以这么说 我的真诚 替我赢得女孩的芳心 当然这开玩笑 咱们必须拿出感情的真诚 不能拿真的存折 这不行 这个 你看 为某人赢得什么 咱们本中书第一个搭配好 我们写作中 我们也会判断 好 那本文中书为他们赢得了他人的love and risk 爱和尊重 为什么都后夫人引导 原因中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颜色 增添颜色是固定搭配 叫add color to 什么意思呢 使某个东西更有趣 更吸引人注意力 color之后是美式品写 书上是英式 后面像OUR和OR 这两个品写都可以 add color to 给什么什么增添了一些颜色 使它更有趣 就类似于咱们中文说的 给什么什么增添了一抹亮色 都可以 我们看例子 intelligent use of metaphors can add color to your writing 聪明地使用 这个暗喻的修词 可以给你的文章 增光天才 增光天才 使文章就不足过分平淡 可以这么说 这个metaphor 暗喻隐喻的修词 就是一般没有名誉词了 没有出现like as这样的词 我们读一下 metaphor metaphor writing就是写作 给你写作 增光天才 那么用它可以 还有好多词 更多类似的一个含义 比如说add luster to 给什么什么增添了光泽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只不过增加的东西 不一样含义 都是使什么更有趣 我们来读一些光泽光彩 这个词 慢慢来 luster 但是后面的re结尾的呢 是英联邦国家拼写 都说luster luster 美国把re变成一样luster 都行 给什么什么增添了光泽色泽 还是使得更有趣 这是利用视觉原理了 原来平淡的 暗淡的东西 没有这个趣味性 增添颜色 增添光泽 就吸引人注意力了 使得更有趣 那下面我们换一个感知 我们从味觉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说 给什么什么 平添了一些味道 加了一些味 这个东西寡味 没有盐 没有味精什么的 加点调料 add flavor to 或者add spice to 都行 也是使某东西 变得更有趣 我们先读一下风味 这个词 flavor flavor 就风味 这个spice呢 就调料呗 英国辣妹组合 叫spice girls 可以这么说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pice spice 像什么茴香 什么小茴香 什么什么什么 肉桂啊 什么什么 十三香 盐 味精 都是spice 或者干脆呢 用抽象词也行 add variety to variety 就是多样性 往里面增加多样性 也是使它富于变化 不至于获分平的 这都可以 我们分别读一下 add color to add luster to add flavor to 或者 add spice to add variety to 都有类似的含义 都可以表示 使什么什么 更有趣 不至于过分单调 本文中是使什么 更有趣呢 to 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使平淡的日常生活 增添了颜色 这个routine 就是例行的公式惯例 每天都要做的事 每天都要洗脸 刷牙 上厕所 这都属于routine 每天就骑公交车 这routine 前面一个修设语是dow 无聊的 非常非常沉闷 单调的 这个dow 是一个特别特别 意思特别多的词 在本文中呢 它是相当于boring 或者monotonous 单调的 平淡的 没有意思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dow dow boring boring 无聊的 单调的 沉闷的 还有后面那个词 monotonous monotonous 也是单调的 大家看到这个词呢 本身呢 它好像 这个拼写就很单调 你看 m o n o t o n o u s 拼写就很单调 这很好记 为什么呢 你们知道这个mono 这个词头 m o n o 本来就表示 一 唯一 就一个 single 表示这个意思 后面t o n呢 t o n 再加个字母e ton 叫声调 声调音调的意思 刚好是单调的 一个声调的 后面去掉那个e 加ous 形容词字根 单调的就出来了 我们在那边 monotonous monotonous 这叫单调的 这个本文中 这三个词 在这能替换 dow在这 也是表示 非常沉闷的 无聊的 没有意思 这个单调的 当然这道 这意思词特别多 它除了表示 单调的之外 也可以表示 颜色暗淡的 颜色变成淡 adow picture 颜色灰暗 暗淡的 所以这个道 用的词比另外两个词 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道这个词 刚好跟前面 at color to 有个双关语的味道 对吧 这个道不但可以表示 这个很无聊的 无聊的呢 使你更有趣 at color to 这个道呢 也可以表示颜色暗淡 颜色暗淡怎么 at color to 往里加颜色呗 所以用道这个词好 它有个双关女 当然道也可以表示 这个刀子盾的 adow knife 一把盾刀子 这也行 甚至派生意表示 迟钝的 adow boy 一个迟钝的 很笨的一个男孩 也行 总之这次意思特别多 在本文中呢 是单调的 很无聊的 那么后面 修饰 道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的 每天单调的 那些例行公式的惯例 再放在一块 咱们当作习语背起来 就是平淡的日常生活 咱们背一遍 道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就好了 哎呀 这个句子里面重点不少 咱们看 能不能跟老师 造一个句子 网上冲浪 总是能够赢得 年轻人的痴迷 痴迷 咱们可以用在 第九个飞猫里面 讲的那个fascination 痴迷 就是有它魅力 把梦中给迷住了 因为它给平淡的 日常生活 增添了一丝亮色 咱们干脆 以用这个双句 add color to 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就好了 网上冲浪 有好多词都行 比如说surf 用当作 surfing the net 就好了 或者the internet the net 那个字母 n一般要大写了 或者internet iron 一般大写好一些 那么赢得年轻的痴迷 就为他们自己 赢得年轻的痴迷 为他们自己 可以叫 when itself 网上冲浪是一个事吗 是用单数吗 然后呢 年轻痴迷 the fascination of the young 就好了 咱们看看该怎么说 复述一遍 surfing the net n大写 invariably总是 wins itself 为他自己赢得什么呢 the fascination of the young 为什么 for it 注意第三语 当作加s ets ets color to 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好 我们回顾这句话 里边写起来 特别特别轻松 因为结构我们讲过了 surfing the net 当然一个叫 surfing the internet 那么那个i也要大写 总是invariably wins itself 也是用wins somebody something 因为这something长 这是somebody短 为他自己赢得了 年轻的食 年轻饭吃可以用的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生活 增添了颜色 本分钟用的是day 那么不用加s 但是et 第三语当作加s ets color to 我们背下来 the dull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就好了 那么第一段呢 先介绍一下 这个怪人 是怎么一个可爱 先扣一下题目 第二段第三段 就开始介绍一个 真实的例子了 读者都喜欢听故事 那么下面那个 真实的怪人 这个真实例子 秀成怎么一个人 他有怎么一个可爱法 咱们在第二段第三段 再想起来看 第一段跟老师 先续到这儿 我先继续到这儿